民主党在下一城内华达州传来捷报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推算结果 几乎确定民主党马斯托 击败共和党的赖克少连任参议员 两人得票率仅仅差了0.5% 小赢4000多票 但却足以让参议院权力版图大势底定 因为加上马斯托这一席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院的席次 形成50对49的关键差距 目前仅剩下一个乔治亚州 12月6号决选出炉 若是民主党获胜 等同变成51对49更具优势 若一旦共和党胜出 会赞成50对50平盘 但民主党因为副总统贺锦丽 兼任参议院议长 握有决定性一票 最差结果还是能以51比50 一票之差掌握多数 无论最终乔治亚州奖落谁家 都可以确定民主党将再度掌握参议院 我们在哪里 我识到我是一极猎的 我明白从从这个开始 但我没感到惊讶 我超级幸运 我感觉很好 我期待到这几年了 金贤保住参议院拜登松口气 其中考没被死当 而且激战到最后的三大摇摆州 民主党已经到手内华达和亚利桑那两大战区 当选的赶紧呼吁团结 因为得票率太近代表容易引起争议 亚利桑那州已经开始有共和党选民抗议 选举无效 选举的分裂一时难以米平 但美国马上又将进入2024的备战状态 民主党经历了执政低潮 共和党期盼着掀起红潮 下回无论谁想问鼎白宫 都得先抓准民意浪潮 近新闻无论营蔡琼满报道